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有的哥友说我给这个小鸽子开架 老是 注意着这个杨阿腾 老是关心他 害怕他飞出去了 我鸽舌里面现在笼子给腾开了 把公鸽子都是单关的 母鸽子也都是单关的 现在笼子有空闲 把这个杨阿腾带到鸽舌里面去 不能再放在这里 每一次给鸽子加飞 他都想出去的 太想出去了 真的 现在我们把灯关上 给它带进来 我们只要锁定 它的位置在哪里 太黑了 晚上抓鸽子最好抓 哪里逃 抓住了 我们就给它放在这个笼子里面 这是三个兜质母 哎呦喝 这是哪个鸽子下个蛋 这个是给红色大皮子配对的 这个是杨大哥家拿过来的那个桑杰式母 我感觉应该是它 刚才我还看到它趴在这里 又打下去了 又打下去了 我把这个蛋拿出来 今天刚给它分开就铲它摔烂了没有 没有铺 要不给它再拿回去啊 总不能 下一个蛋有可能会铲得摔铺 给它放回去吧 给它放回去吧 付不付再说 行吧 我给它放回去 蛋给它放在这里 我这边没办法的 来不及拆都太旺了 这个鸽子年龄也大了 给你回去吧回去吧 都缠了第二枚蛋再拿过来 今天刚采开 要打下去了 太暗了 就今天刚分开了一天 见面就打 现在已经确定百分之百是这个母克子产的蛋了 等它产完第二颗蛋吧 再让母克子分开 不然在这边笼子这里啊 有可能就会把这个蛋给打破 鸽子太网了 昨天晚上还打架太黑了 把这些母克放回这个原来的笼子里面 公克子还打塌的 我们把这个蛋拿走 也顺便给它换一下蛋 嘴巴上怎么还有羽毛的 等下期两个蛋再说吧 复不复再说 不想让它们复了 也不知道那么大年龄怎么那么旺呢 有的朋友就想知道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蛋给拿出来啊 拿这个蛋它是有原因的 就是意思让 这个蛋和下一个蛋是同时复化 昨天晚上产的蛋 今天早日拿出来 要是不拿出来 公哥子会去复的 这种拿蛋的方式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所以说害怕公哥子去复 所以说提前拿出来 拿出来 这样有几率会让小鸽子一天出壳 要是提前复化的话 就有一颗蛋 会提前一天出壳 或者是两天 这样会导致后面的那个小的出壳 吃不到割乳 或者是后期越微越小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